Om A Rābhājā Nād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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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礼粉丝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素智慧勇士 顶礼传承胆上师 无上甚甚微妙法 百千万七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素罪 言及如来真实义 唯独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讲 《世情论世照》的 阿彼达摩 俱舍论 这部论典 就是 分造论之分和真实论语 然后 现在我们讲 造论之分里面 现在解释这个论明 我们前面不是讲对法论 对法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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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阿彼达摩居士论的意思 这个阿彼达摩居士论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就是所谓的五部大论之一 因此在藏传佛教当中 不管是哪一个寺院当中 这个江五部大论的学院 也是比较多的 在寒传佛教里面的话 真是那个江五部大论的 这样的道场 自古以来不见得非常多 这一点呢 就是我们可以 不管是看这个 古代的这个历史 或者是这个现在的这个状况 来看的话呢 我想是这一点就是不是很困难的 作为这个佛教徒的话 是学习五部大论呢 非常重要 因为你只要这个学通五部大论的话呢 基本上这个佛教的显宗密宗的道理呢 就精通 就基本上这个精通 因此呢 如果我们没有通达五部大论的话呢 那么这个显宗的语性明言的法通达呢 就是圣语的法不一定通达 圣语的法通达呢 就是明言的法不一定通达 因此呢 作为一个佛教徒 与其是这个研究和精通佛法的人 来讲是五部大论 就是非常重要 当然我们这个俱舍论 也就是说是阿毕达姆论障呢 如果即使今年那样 这个短暂的时间当中 要全部学完的话 当然是有很大的困难 但今天呢 就是我们为了就是 一方面就是 大家的阿难也上面 总算一个善根 另一方面呢 基本上是这个 所有的俱舍阿毕达姆的 这个大概的内容呢 这个大概的内容呢 让大家明白 因此前一段时间呢 我想就是这次这个 发心背诵的人呢 还算是比较满意 就是希望你们呢 不管是怎么样 就是还是最好 提前得下去好一点 因为下面的内容呢 就比较 就有时候比较简单 我可能每天都是送 五六个颂词 十来个颂词都不知道 所以现在呢就是 前面的时候呢 我就拖的比较多 这样的话呢 希望你们能背诵的时候 不用这个 一直等着我 就是哎呀 今天只有一个诵词 还可以 下面肯定马上完成 就是不要这样 可能好一点 最好是能背诵呢 就是先提前背诵 今天呢我们就是讲这个 什么叫做是这个对法论藏 或者呢就是说这个 什么叫做阿比达摩巨舍论 阿比达摩巨舍 就是这个意义呢 就是给大家宣讲 那么这个意义当中 实际上呢 就是所有的 这个巨舍阿多达摩的 所有的内容呢 也已经这个阐述的明明白白 因此呢 我们下面就是从这个颂词上面 就是简单的给大家这个指点 然后呢 就是再继续讲那个 鲁特王波的讲义 即会随行为对法 为得必知诸会论 对法之义 那此总 或此诸所故为藏 故为藏吧 应该藏 藏户就是这样讲 他这里呢 就是说什么叫做这个对法 现在我们这个藏文里面呢 就是叫这个文巴 也就是说这个对法 对法的意思 对法的意思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前面就是讲了 就是阿比达摩 就是对法 就是阿比达摩 法文当中呢 就是讲的阿比达摩 阿比达摩文巴 基本上 藏文和翻译就是相同一样的 然后这个汉语的对法呢 就是有点不相同 那么我们经常 五部大论里面的话呢 如果我们自己就是讲这个居士论的话呢 就是居士我昨天讲了 就是只有这个藏的意思 就没有其他的意思 所以呢 就是按真正的它的意思来讲的话呢 最好就是说这个对法论 对法藏 对法藏的话呢 这个是比较适合的 对法藏 对法藏论呢 就是应该是它的完整的这个名字 都已经说了 就是阿比达摩居士论 就是这样的 那么什么叫做这个对法呢 它证明这个对法呢 就是有生意对法和世俗对法 就是有两种 那么机会色行呢 就是生意对法 就是它这里说 今会遂行为对法 这叫做这个生意对法 然后 我得避者诸内会 就这叫做世俗对法 所以它这个世俗人士呢 他如果没有自识的话呢 就是恐怕它的这个意思 是比较难以这个解释的 因为呢 它这里这个 比如说什么是这个生意对法 世俗对法 这些是在孙子里面就是不明显的 就不明显的 然后我们这个下面介绍来分的时候呢 就是可以这样说 那么这个对法呢 就是可以从它的分类方面来讲的话 就我这次呢 就是我像是我这个 讲的这个翻翻覆覆的 因为我们这个呢 接下来过后也是没有这个辅导 没有辅导的话呢 就是 我就这个翻翻覆覆的 就是该讲的呢 就是让大家这个明白 大家这个听的时候呢 就是应该认认真正的听 因为这个所有的听法呢 就是并不是这个那么很容易 而且这个对法里面的 有些问题的话呢 也是比较这个细微 如果你没有注意的话呢 可能这个擦肩而过 就是很容易就是往事 就是由此呢 希望你们听的时候呢 就是也应该这个聚精会心 一心一意地赚注 否则的话呢 就是恐怕这个 我想是这个 也比较难得忌讳吧 就是难得忌讳 就是在五度大论 现在是真正那个 就是将那个 迷法的一些那个戒言的 这个上师也比较多 弟子也比较多 但是真正这个研究和 学习五度大论的这样的 这个学员和上师弟子都可能就是 就是从汉语上来这个学习 这样的那就不是很多的 就是我现在我自己人员呢 这次还是这个难得忌讳 因此希望大家呢 在这个听法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一定要 这个人认真正地听 就是我呢 在这里就是不怕这个重复 就是再三地就是给大家这个 把这个经养的 原来的那个 实情人士的愿意 也就是说实情人士的 重整的他的这个文章的意义呢 我也是就是 自己所动达的这个道理呢 就是再再三地就是给大家 这个重复说明 本来像我们一个自己讲的这个游戏呢 就是这次也是做一个呃 但是呢就是好像 可能很多人呢也是喜欢这个求大法 就是整天的圣灵格 就是对这个 这样的这个对法轮呢 没有很大的这个信心一样 就是也许就是对将来也不一定有很大的这个利益 所以呢就是暂时也没有做什么这个准备 嗯 基本上也可以吧 就是骆头龙多的这个将义呢 不广不略就是 就是所有的这个巨石轮将义当中呢 尤其呢就是太广了 就是比如说那个 有一个清清清清的话呢 就是它的巨石轮里面最大的一个将义就是 那那个呢就是可能有 六七十万字那个特别这个广 然后那个尤其呢就是太幽略了 就是太幽略了 就是太幽略了呢 那就是特别特别烈就是太幽略了 就是太幽略了的话呢 因为那个巨石轮的这个 就是疑似比较多就是 就是所以这个 一样两样的呢 就根本就是没办法这个全部这个涵盖 就是所以说呢 就是有时候呢 我想那个 就是我们就学习这个论点的话呢 就是还是这个最最最最最想好的呢 因此在这里呢 就是说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精灰 就是精灰随性为对法 就是这个说 就是精灰和随性呢 就是指的是这个生于对法 然而是唯北避之之门会 就是知识 唯来就是获得就是前面的这个生于对法 就是这样的这个智慧和论点呢 就是叫做四处对法 对法之以 就是对法词义呢 就是对法的意义呢 就是可以贵纳在这个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对法藏伦当中 就是对法藏伦当中 就是所有的这个对法的意义呢 可以这个全部 就贵纳呢 就是在这个巨石轮当中 就是这样说 就是这样说 活此诸所公为藏 就是 或者的话呢 就是他以他的这个出所 或者是他的这个来源呢 就是称之为是藏 就是这个对法藏的这个原因呢 就是从两方面呢 就是可以这样吧 就是 就是这样的 那么下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说 前面的这个经贵和这些呢 就是干脆我们下面这个 这个解释里面就是给大家讲的话 可能比较清楚一点吧 为什么叫做是对法藏呢 就是为什么叫做是对法藏呢 就是同言 对法分为四义对法语 四所对法两种 就是这个呢 大家都一定知道就是 什么叫做对法呢 其实这个所有的对法呢 现在也有解释 就一次就是说 我们这个阿比达摩 就是阿比达摩 阿比达摩呢 就是由这个大臣阿比达摩 和小臣阿比达摩 就是有两种 这个呢就是属于是这个小臣阿比达摩 就是现在我们讲的这个聚舍论呢 它是这个属于这个小臣阿比达摩 那么大臣阿比达摩的话呢 就是那个加利特上师就是 他做的那个阿比达摩这个色基论 就是阿比达摩这个色基论 就是这是那个以前唐僧 就是唐僧呢就是也翻译过 就是汉语就是 现在在这个汉论的大臣经当中 也是使用的 那么这次我们学的呢就是 是这个小臣阿比达摩 那么小臣阿比达摩的话呢 就是他可以这个 所有的这个阿比达摩 或者是这个对法章呢 就是他的这个意义呢 就是在分量方面 就是一个是神与这个对法 一个是四处对法 第一个呢 我们讲那个圣与对法 就是什么叫做这个圣与对法呢 就是敌以圣与对法 就是前面就是第一句里面就是指出的 就是指出的 就是这一句话呢 已经指出了这个圣与对法 什么叫做圣与对法呢 所有的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圣与地和四处地呢 从那个由不宗 一直到这个金如宗 为师宗 尊严宗 就是在佛导的四大专塔当中的话呢 他们都有不同的这个圣与的人士 和四处的人士 就这个呢 前一本是讲我们那个 就讲那个三界门的四合也 基本上是已经这个讲了 所以这个圣与和四处呢 就是虽然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说法 但是在这里呢 就是根据这个 于不宗的观点来这个宣说 就是于不宗的这个圣与地和四处地 就这样的方式来这个宣说 这样的话呢 那么这里所有的圣与 圣与这个圣与俱舍 就是圣与阿多达蒙是什么样呢 也就是说 简导 修导 以及这个无学道的无垢智慧 就是刚才敬毁 就敬毁色 因为宗词里面就是无垢智慧是不好说 就是所以他这个敬毁就是 那么什么是圣与对法呢 就是就是所谓的这个敬毁和敬毁的碎性 这就是这个圣与对法 那么敬毁呢 就是这个是简导的这个智慧 然后修导的智慧和无学道的这个智慧 就是简导 修导 无学道的这个智慧 就是简导 修导 无学道的所有的这些智慧 就是称之为是这个敬毁 而且敬毁这个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 凡是那个相声当中的就是从那个 就是简导一层的这个 这些分子相续当中存在的清净的智慧呢 就是称之为是这个 就是这个呢 就是叫这个圣与对法 就是圣与对法 然后呢 基于就是孙性分 或者是那个素素的无影 或者四云呢 也叫做是什么 这个圣与阿比达摩 就是圣与阿比达摩 就是刚才那个清净这个 尖导和修导 和无学道的这个清净的智慧 还有呢 就是于它这个 就是孙性的 孙性的四门呢 就是孙性的所有的这个无影 和那个含有的这个四云 就是无影和四云呢 就是所谓这个 就是它的那个 就是素性 就是素性 就是这些都是 所有的这个 封与阿比达摩 那么前面这个 修道和无学道和那个 简导的这个智慧呢 就是大家都就是 比较清楚 就是 那么现在我们就是 要说就是 就是讲这个 它的这个素素 就是什么叫做素素 就是刚才不是讲这个素性吗 什么叫做这个碎性呢 所有的碎性呢 比如说我是这个 这个剑道菩萨 我这个剑道菩萨的话呢 就是我剑道菩萨 如果在这个色解 或者是这个无色解 色解当中的话呢 那么都是我获得的这个精力 就是我获得的这种断词 这个断词和智慧呢 就是无有无别 也就是说是断词和智慧呢 就是同一体的这种情况 断词和有的这个无影呢 就是称之为是这个碎性 就是碎性就是 有时候呢 就是有 比如说无色解的话呢 就是他有这个四云 就是他那个四云呢 就是是没有的就是 这时候的这个四云和 然后呢就是 刚才与这个智慧 无而无别的这种智慧 就是清净的智慧嘛 清净的智慧 无而无别的这种四云 或者是无影呢 就称之为是这个三亿阿提达摩 就是 现在就是讲这个 它的这个碎性吧 就是接下来说明 所属之道理就是 那么什么是这个所属之道理呢 无有戒律 无有戒律 无表示 于 依靠精密奴底的书 相信均舍 乘主通知 就是乘主通知 这一句话呢 就是希望大家 详细的这个看 就是因为这个 他这里呢 就是无有的这个戒律 就是无有戒律的话呢 大家都知道就是 无有戒律呢 就是一般是这个 监导以上的这个生者呢 就是他的这个相续当中 所得到的这种戒律呢 就是称之为是这个无有戒律 那么这个无有戒律呢 就是实际上是这个无表色 就是无表色就是 那么有不足呢 乘以为是 他是一种这个 这样的戒律呢 就是是一种这个色法 就是 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是存在的一种这个色法 那么于这个色法 就无表色的这个色法 无表色呢 我们这个下面还是讲就是 这个好像这个前面讲了没有呢 就是 因为这个戒律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外面的真正的形状 颜色都是没有的 但实际上呢就是 所有的这个戒律呢 就是在人的相续当中 是有一种这个色法存在就是 那么这种这个色法呢 我们元气看的话呢 就是看不到 摸的话呢摸得到 但实际上呢 就是通过那个上师阿瑟尼 或者是自己产品的这个观复呢 就是才能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获得了就是一种这个色法就是 这是呢 不总是这样承认的 然后有不足以上的 像那个随教进步和随教这个 这个什么这个随教进步和随 随教进步啊 这些也是不承认就是 他的名词是承认的 但是实际上是 有一种实质的问题呢 就是他们都不会承认的 然后这个卫斯宗啊 忠贯宗啊 他们也是不承认就是 他是一种实有的 但是有不足呢 他承认是一种这个色法就是 那么以这个色法和 依靠他的这个颅中这个敬礼就是 颅中敬礼呢 就是下面都已经讲了就是 第一那个 一参呢就是有三个敬礼 然后呢就是三参四参 就是二参三参四参 这样呢就是叫做是 也叫做是五种这个敬礼 那么五种敬礼的 也就是说这个 他的这个无影 就是他的这个无影 刚才不是 余比尔瑟呢 就是 余比尔瑟呢就是一种这个色法嘛 基里斯一种是个色法 与这个色法呢就是 就是同体的 也就是说 他这里呢就是 称主同志 什么叫做称主同志呢 比如说佛和佛的热心呢就是 称之为是 这个同志称之就是 而不是那个称主同志 称主同志的话呢 就这个法 参生的时候呢就是 同时参生 然后灭的时候呢就是 同时灭亡 就住的时候呢 他同时住住的 比如说我们佛的话呢就是 那么佛的这个参生呢就是 佛的热心也同样这个参生的 然后这个佛的灭的时候呢 佛的那个 就是热心呢也同样这个 同时灭到人 所以这个 生住灭呢就是 同时的 那么通体法呢就是 叫做那个 就是 称主这个 就是 什么那个 称主同志 就是称主同志 称主同志呢 一般这个 巨蟹人当中的一种 这个特殊的这个用意 然后我们这个 孝乘宗和一般的这个 民养当中 经常用这个 尤其是在英文当中 经常用这个 这个法是什么 这个 就是通主称主 就是什么 成都同志 就是等等 就是这样 这个有没有必要用的时候呢 就是经常用这些这个名词 所以他这里呢 就是意思是 这个无理的介力 他所依靠的什么呢 就是 他所依靠的这个 这个 这个介力的 这个 色 相 性 色 也就是说 这个无理的 这个无理的话呢 就是 同时存在的 这个呢就是 也就是说 就是这个 神的阿弗达摩 当然他的这个 依靠方式的话呢 他这种这个 戒律和他的依靠方式呢 就是 并不是是那个 就像是 相应有 好像有这个解释吧 就像是那个 就是 遭和依靠这个 通通一样的 这样的这个能力作为呢 就是并不是这样的 这个关系 他的这个 依靠的意思 因为依靠的方式呢 就是有这个几种依靠 就是一种呢 就是相续的依靠 就是相续的依靠呢 就是第一 阿弗达呢 就是依靠 就是说第一 而产生的就是 这是这个 也是一种依靠方法 就是说 还有一种依靠的话呢 就是 我们这个柱子呢 就是放在 或者是什么这个 瓶子呢 就是放在柱子上的话呢 就是 这也是这个 能以所与的一种 这个关系 还有呢 就是通体 就是不是那个 踏体的 就是通体的一种 这个依靠 就是通体的依靠的话呢 比如说我获得 就是第一净义 第一净义的这个 相续当中的 无理的这个戒律和 然后当时的这个 他的树 就是他的树是什么呢 就是他当时那个 就是说分辞的话呢 就是他用一种这个 这个树和 还有他的相的话呢 就是他就能辨别 他的这种辨别呢 就是并不是我们 预解的这种辨别一样的 就是他的相呢 这样一向子之后呢 就马上这个入地呢 就是他这样的这种辨别呢 就是称之为是这个相 然后信的话呢 这个信呢就是有那个 就是这个相应性和非相应性 就是就是 但是一般来说是 那个色界当中的这些这个 这个众生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相续当中的 什么德素呢 就是这些都是 是这个不相应性这个产生的 那么这些呢 就是同一个同志的 也就是说是这个 刚才前面也讲了就是 那个乘主同志吧 就是乘主同志的方式来这个存子 就是称之为是这个 这个呢 就是这个呢 大家还是应该好好的这个想一想 不动的话呢 就是下来过后就是 互相的应该这个闻一闻 那这样呢就是 于是这个这些地方的话呢 还是我们就是很多人都分不清楚 是什么叫做 生意阿比达摩 什么叫做这个 生意阿比达摩 世术阿比达摩 那么这个生意背法的这个 意义呢 应该懂得到就是 第一个呢就是敬会 第二个呢就是说行 就只有四个字 那么这个敬会呢 就比较好动 就是刚才也讲了 就是凡是那个 就是见到这个修道和无修道的这个智慧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清净智慧 这一点是好动的 然后这个孙心的话呢 就是刚才也讲了就是 就是所谓的这个无有戒律 与他这个就是同一体的 就是这样的这个相信事能就是 无云呢就是全部可以这样这个称为 然后这个无色戒的时候呢 在这个无色戒当中呢 就只有这个色影就是 没有这个无云 当然这个色影无光存在在那个 就是如药僧文里面呢就是 他说是那个 这种这个色影的系列部分呢 就是应该是有的就是 他有 只不过是在聚色能里面 将是这个 有这个粗大的这种色影是没有的 就是这种说法也是有 就是这种说法也是有 但是就这里呢就是 真实的无色戒的这种色影呢 就是不存在的就是 因此他这里呢 就是已经说了就是说是这个 说是这个 所谓的生气的这个什么 就是生气这个 是一个异地的本体 而并非说 即造后这个异通也弄异所异之异 还有前面就是对这个色影吧 就是对色影的话呢 就是应该这样来这个 就是这个呢就是叫做是这个 生意对法就是这个 这个生意对法和私塑对法 私塑对法之间的差别呢 就是一定要这个搞清楚 这是第一句话的意思 就是极慧遂行为对法 就是威斯真理 即使的意思 就是情境的智慧和遂行呢 就是这个对法 真的就是对法呢 就是生意对法的意思 就是从此里面 这一句话呢就是讲了这个世俗对法 就是世俗对法 第二世俗对法 为了获得生意对法 存在于居入顶 一切心者所属中的具身智慧 以及闻色修所生的散毁 一切诱入智慧 就是这你们呢 就说得非常明白 就是什么叫做这个生意对法呢 生意这个对法呢 就前面已经讲了就是 这个清净的智慧和随行呢 就是生意对法 下面讲什么叫做是这个世俗对法呢 所有的这个世俗对法呢 偶尿就是获得这个生意的对法 然后呢就是在自己呢 就是趋入就是这个 这个趋入呢就是刚才那个因地 就是刚才那个生意对法的这个道路 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所产生的具身智慧和闻色修行的智慧 那么这个闻色修行的这三大智慧和 这三大智慧和闻色修行的智慧呢 就是称之为是这个世俗对法 也是就是这么说呢 他那个知识里面呢就是 为了获得无有智慧 而这个什么 就是 就是生意的这种智慧呢 就是称之为是世俗对法 就是 这个我们知识现在的时候 我看很多人都已经这个 这个 发了就是发了以后呢 就是希望你们还是每天都是 最起码也是把基本上的这个道理呢 还是这个知识呢 就是实际人士的这个原来 我想呢 这个唐僧呢 就是以这个汉语 只不过稍微故意一点 但是我们很多人呢 就是平时这个 就是自己人也是自己 还是挺有智慧的 因此看这个知识呢 就是最好不要这个头晕呢 就是最好呢 就是不要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有些人这个 坐车的时候呢 就是马上那个相托 就是有一点运途转向的感觉 就是但这样 我相信不会 很多人呢 就是看到以后 应该会是给清楚的 就是前面的这个部分呢 每天思想的道理呢 就是希望你们 不既定是 我是刻度上这样的话呢 就是不一定就是有很深的 就是你们呢 最好是实际人士的谜语呢 就是从他的刺识当中 这个挖出来 就是这一点呢 就是很重要的 那么刚才自识理论呢 就是这样讲的就是 为了这个获得无有智慧 就是我没有看他们 应该是这样这个写的 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后来就是 有一个叫做是 蛮增上师 就是蛮增论词吧 蛮增论词呢 释迦牟尼佛里 看这个大概一千年的时候 出世的一位巨手论词 就是说 所以说一般这个 一般这个藏传佛教的很多的这种 巨手的观点的话呢 就是依靠那个 就是 扎熙 就是依靠扎熙和蛮增 就是还有安徽 就是把这个三大论词 这个观点来接受 这三大论词呢 全都是这个印度的论词 那么他们呢 就是也写了很多巨手论的注释 就是每个人都写过巨人 那么刚才那个蛮增这个论词 它是这么讲的呢 就是为了获得生意对法 就是为了获得生意对法呢 就是在那个 趋入或者是研究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在自己详细当中 产生的这个巨生智慧和 闻思修的智慧 那么这个智慧呢 就是称之为是这个 就是世俗对法 为什么叫世俗对法呢 因为这个过呢 就是生意对法 生意对法的过的名字呢 就是区列这个印 就是也就是说 我们那个学中断的时候 也是有这个道中断和国中断和这个 就是基道国中断吧 就是也有这样 还有这个论中断就是 还有这个论中断就是 博弱的时候也是这个文字博弱啊 什么这个世相博弱啊 就意义博弱啊等等 就是有很多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是 真正的博弱是什么呢 就是真正的这个博弱呢 就是过博弱 就是这一点 但是呢 我们这个文博弱和那个文字博弱的话呢 就是是心想的 不是真正的这个博弱 它这里也是这样的 为了获得这个生意的对法 然后呢 就是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 产生的聚神智慧和文字 和思智慧和修智慧和修智慧 修智慧就是 这这个四个智慧呢 就称之为是世俗 世俗这个对法 就是世俗对法 就是世俗对法 所以它这里呢 已经讲了就是 这个存在于屈辱之淫 就知淫 与其信者素素 对就是 因为这个文字修行的这些智慧呢 就是全部是我们这个 信索素的一种这个智慧 信索素的这个聚神智慧 什么是聚神智慧呢 就是基督当中 根本没有依靠这个文字修行 就是 但是他自己这个 就是生来的时候呢 就是对聚神有信心 聚神呢 散文就是开一开 就马上活动的 就这叫做是这个聚神智慧 然后这个文智慧的话呢 一般那个 我看无色解的话呢 就是没有这个文所智慧 就是因为无色解呢 就是他这个语言和就是 互相那个沟通的这种 这个语言文字呢 就是不存在的就是 那么色解和愚解呢 就是都有这个文智慧 就是文所智慧 然后这个思索智慧的话呢 就是唯一的这个 什么 就是愚解 就是愚解 只有这个愚解有 然后那个 就是愚解 色解的话呢 就是没有的 色解的话呢 就是因为这个色列的话呢 我们要想这个道理 色解的话呢 一想这个道路的时候呢 就是他的心非常细微 马上有个入定嘛 就是 所以这个相当于居士们当中 都是要这个讲的 就是所以这个前面还要这个讲 然后那个修所智慧的话呢 那么只有那个就是上尔戒吧 就是他那个正面的这个修所智慧的话呢 我们这个现在愚解字体呢 就是没有的 但是愚解人的相续当中的话呢 修所智慧是可以这个产生的 他正面的这个修所智慧呢 一般来说是这个上面的这个灯词 就是这样的这种灯词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愚解的心呢 就是特别这个粗大 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承接这个 成就上界色解和无色解的心的话呢 就是现在的我们相续当中是不能这个生起来的 因此说呢 他正面的这个 刚才前面已经讲了 就是为了获得这个生意对法 然后呢 就是他这个素素的心的修身智慧和 还有文字 文智慧 识智慧 修智慧 修智慧吧 就是所产生的这个 一切这个无有智慧呢 这些都是无有智慧 刚才那个讲到后这些呢 就是这个应该是这个无有智慧 就是所以无有戒律 就是同体的这种这个无有智慧 这是那个刚才讲的呢 就是唯不必之诸慧 就是慧字里面就是已经包括了 就是慧字里面呢 修身智慧和文字修说的智慧 就是这些智慧已经包括了 然后还包括 有关生意与世俗对法内容的七部轮讲 等所有的论点就是 有关这个修世伦的这个 不管是这个宣讲生意这个修世 生意这个对法 或者是这个世俗对法的 凡是宣讲那个生意和世俗对法的 所有的这些这个 比如说这个 这个前面讲的这个对法器论 对法器论呢 实际上是这个目犍连做的 色利兹做的 还有这个十六阿罗汉做的 这些都是全部是阿罗汉做的 就是前天我们做前天就是有个注释 就是那些七部文件的话呢 就是全部是阿罗汉做的 这你们七部好像一个没有意义 就是其他呢就是全都是唐僧已经 这个翻译成这个韩文的也有 词文当中也是基本上这个 这七论的话呢就是 我看好像有一部分就是应该有的 还有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五百阿罗汉所叫的这个 匹破撒论吧 匹破撒论呢就是全部包括在这个论 论当中就是论和智慧呢 就是称之为是世俗智慧 就是世俗这个对法 所以这个呢 什么叫做这个生意对法呢 就是前面已经讲了 什么叫做这个世俗对法呢 所有的世俗对法 居士为了获得这个生意阿罗汉达摩 然后呢就是在自己相续当中 产生的这个四大智慧 或者呢就是能自己的 适量自己的相续当中 产生四大智慧的什么就是这个论 就是所有的这些论点就是 居士论也可以包括 还有呢就是居士这个对法器论也可以包括 或者呢就是皮特撒论也可以包括 或者呢就是在其他的这个 产生就是有很多这个大的 这个宿宿的这些居士论点呢 就全部包括在刚才这个论里面 这个论呢就是叫做世俗论 就是也就是叫做世俗对法 就是世俗对法 所以这以上呢 给大家已经讲了 就是所谓的这个 这个思意对法和世俗对法 就是思意对法和世俗对法 和世俗对法的这个氛围 然后它们之间的差别 然后我们呢就是要 真正修学的这些目的呢 就是基本上已经讲了 词正俗流How hydro智慧 成为神亿对法 为路智慧之应的道理 就是那么这些这个 为路智慧 什么就是这些 这些这个 Ö christ Lenus 就是成为这个神亿对法 为路智慧的一个应 就是因为圆 那么这个道理呢 也就是说依靠俱身智慧而 获得闻所生慧 由闻所生慧获得似所生慧 然后从似所生慧获得了续所生慧 这个闻思续心的智慧 前前作为因 何何作为过 通过续所智慧可生起无有的智慧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是为了获得生意对法 生意对法的话 显了一个上师面前闻 然后生起闻所智慧的时候 再开始思维 思所智慧生起来的时候 就开始修 续所智慧生起来的时候 才能得到获得第一 也就是说见到 获得见到 获得见到以后的话 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正常生起来无留的对法 无留对法也可以说说 这时候就无留的这种智慧 就是这个可以生起来的 这个道理应该大概这样讲 相当于这个道理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这个闻思 应该有需要观文剥削 尤其是你要探讨一些问题 这个过程当中 这些问题大家还是应该互相探讨 你的理解和别的理解 然后知识里面的观点和卢特伦伦的观点 现在我们虽然有一些法事的教义 但是他们的教义 基本上是自识基本上相同的 但是这个特别特别顾 好像他们的翻译的话 我以前也是看过 他用的也是汤僧的颂词 颂词是我们这个知识里面的 现在的汤僧的颂词 现在汤僧翻译的颂词 从意义上讲是非常好 基本上是 我以前看过的一些法子 法子 唐僧他们的翻译的话 确实还是很值得赞同的 但是当时的语言的用法 和可能有些表达的方式不同 就是表达方式不同的因果 现在我们对起来的话 可能不是那么很方便 这个你们可以我翻译的 和唐僧翻译的颂词 就是颂词我觉得是 好像一个字也是没有差 就是讲得非常好 我原来像是汤僧是 真正背底的这种大颂词 他的文字的话 就是我们背诵的话 应该有不同的价值 应该背诵这个 而且是相当大多数都是五个字 五个字的话 得起来也是比较简单 但回来看 好像介绍的词和颂词 依靠那个汤僧的注释来介绍的话 通到这个表达的词 也是非常困难的 以前那个法诵法诵的翻译方式 也是比较固 应该以现在的这种方式来翻译的话 可能稍微好懂一点 所以我像是我写的翻译的语言 肯定是没有这个价值 读起来 也是只不过是可能原来 编译你们这个理解而已 读起来的话 我相信汤僧的这个翻译 这个你们不信的话 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看了 就是刚才我们这个 今后遂行为对法 就是 那么今后遂行为对法的话 就是别人是怎么这个表达的 但实际上 就这个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 现在就有些地方是有一些这个差别 但是这次呢 就是为了就是大家这个一懂 如果太难懂的话呢 恐怕有点困难 但是你们呢就是也不要这个侵蚀 以后我们如果在这个别的地方呀 这个讲句实语言的时候呢 还是用那个唐僧的这个颂词 就是唐僧的颂词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好一点 你只要把这个颂词的内容 这个已经明达的话呢 然后就是说这次哪一个颂词 都应用的话呢 就是可能好一点 尤其是一些 现在的一些那个 这个福学院的一些 这个大厂里面就是 如果用我的这个一文这个讲的话呢 他们都可能不会承认的 这是藏传佛教的就是说 但是你用这个唐僧的这种 这个翻译的颂词要讲的话呢 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接受的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看看这个别人就是能这个 解释的清楚没有就是 真正这个居士论的 我有时候呢 也许可能自己生起一种傲慢心吧 就是好像以前虽然是很多人 就是说是讲居士讲居士 但是真正的居士论的这个本语呢 就是大目降落之有多少个人这个痛到就是 到底可能在那个 我去年在有些这个地方吧 就是大成熙里面的 有些说是讲居士的 已经讲了两三遍的一些 这个一些这个法词吧 法词以对他这个教堂和编断的诗和呢 就是好像根据上就是特别盛望 就是好像那个居士呢 已经两三遍这样的话呢 就是到底讲了什么 就是基本上是这个 实际人士的这个第一句和呢 相当的那个 就是揭示人意的这两个字的 这两个孙子的意思都是搞不懂的话呢 那不要说是 相当更生的这些内容的话呢 可能很困难的就是因此啊 说有时候呢 我们这个没有这个探讨 没有对送 没有这个精进的这种原则的话呢 就是精进是依靠自己 糊里糊涂的这种智慧来 揭示人意呢 恐怕有点点困难 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 觉得大家还是应该 头脑清晰一点 如果大可思的话呢 就是唐殿的这个动动呢 就是大一大自己也是值得的 为什么是称为对法呢 就是为什么是我们这个 前面讲的不是对法庄呢 就是对法庄 为什么是这样 这个称为是对法呢 博瑟丹 博瑟丹森的这个提弦 就是故意法 就是这个法的意思呢 我前一段时间也讲了 就是求西弦兰党的明恩德党 以及这个法的话呢 就是什么这个 它有含义非常广的 就是有十种这个含义 什么这个道啊 就是然后这个索质啊 涅槃啊 就是刑警啊等等 就是有十种这个意思 那么十种意思当中 它对的话呢 就是不涉及就是本身的提弦 就是不涉及本身的提弦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什么叫做是对呢 就是对呢 也就是说 能够显身于法涅槃骨称为 就是意思就是说是 既不涉及自己的这个本相 然后呢 同时呢就是 用这个向前就是 真正的这个诸法的这种涅槃的本性 就是所有的这种涅槃呢 也就是说是这个诸法的这个法性 如果是我们这个大乘的这种对法的话呢 所有的这个大乘对法呢 也就是说是任何一个法呢 就是它的本来的这个正相呢 真正就是我们这个通法就是 这叫做这个对法就是 对法呢就是对就是对现就是 先前就是通法的意思 然而法呢就是不涉及本性的这种这个设想的意思 也就是说是万法的这个事项就是 那么它的事项呢 我们通过就是一种这个方式呢 就是完全去碰到就是 这叫做是这个对法就是 所以我们这个 马上文却在那个居士轮的这个光 这个注释吧就是 注释的后面就是说的 这个所有的这个居士轮呢就是 它这个光大的这个血质就是 十七年次呢就是用这个光大的这个血缘呢 就是通过这个简眼 简眼一动的语言来就是说明的 还有那个就是刚才我们说是这个满增吧 就是满是这个刀满的满就是增呢就是增上的增 满增论识的话呢就是他也这个说了就是 在这个居士轮当中呢就是所有的这个 对法方面的这个法藏呢就是全部居足 就是全部就是他这个讲也不管不略的方式呢 就是实际上像这个所有的这个对法方面的这个问题呢 全部包括在这个全部呢就是积极召集在这个论当中 因此这个领域就是相当重要 所以我们这个什么叫做这个对法论就是对法论 就是对法论就是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对法论就是对法的意思 既然说对法藏文次宣所 那么这里的这个藏呢就是有什么有何解释呢 相当就是说因为就是谈我们不是这个前面就是对法藏文次宣所嘛 那么这里的这个藏就是藏呢就是我们那天也讲了 翻译当中俱舍 现在我们真正的这个俱舍论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藏文的意思就是 就是俱舍是翻译吧就是翻译 但是我那天像是盖就是盖的话呢 最好的那个他的名字呢就是叫做是对法藏文 就是对法藏文的话呢就是最好不够的名词就是藏文当中也是是 就是这样的话是这几个字呢就是非常这个相合 但是我后来像是因为这个相当的韩传佛教当中呢 已经称了这个习惯性的就是俱舍论 然后所有的律师资料当中呢 比如说我们就是看到这个所有的这个翻译当中的话呢 这个藏传佛教当中有一种大论就是第一个是俱舍论 就这样呢其实这个呢就是应该是这个或者是对法藏文 或者是那个对法论就是应该这样这个写 但是因为现在已经成了这个普遍的 当然我们现在虽然的这个和服的话呢 就是这种名词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翻译的 真正的这个和服的意思呢就是化身的意思 就是藏文当中是 但是现在人们已经成了这个习惯了 习惯的话呢就是搞的话也有点困难 所以考虑了很长时间 最后呢就是还是用那个俱舍论就是 就是按理来说的话呢 真正他的这个名字呢就是叫做说对法藏文 对法藏文的话呢就是罪法不过的 那么这么一个藏文就是也就是藏吧 就是这个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相当就是戒身 因为这部轮点的轮容 就是什么这个轮而不是轮容 轮而要对法欺负所有的珍贵的这个内容 就是珍贵的内容 这个资数里面也讲了就是这部轮当中呢就是 所有的这个七部轮的最正确的东西呢就是在这里呢就是 最正确的比如说这个刚才七部对法轮呢 还有那个皮破萨轮呢 还有那个其他的这个一些这个油管佛镜当中的这方面的这个内容呢 全部最正确的内容呢就是全部包括在这里面 然后他这里就用一个比喻 比如装剑的这个桥 叫做是那个尖桥 这个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那个装那个剑的那个桥 就是称之为是那个桥就是车桥 尖桥 因为装呢 这剑呢可以这个装进这个桥当中 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句实能的内容呢就是可以包括在这个七部轮当中就是 就是宝存宝的这个地方呢就是称之为是宝藏啊就是宝藏就是 这也是是可以就是我们这个有很多这个麻辣酸污等等就是装的那个仓库呢就是叫做是宝藏就是 这个是翻过来这个意思比较好听就是为什么叫做是这个巨石轮藏就是 为什么叫做巨石呢巨石就是藏的意思 藏的就是因为所有的镇宝呢就是这样的地方呢就是叫做是宝藏就是我们这样说的话是可以 但翻过来的时候下面这个呢就是可能比较难解释 或者说因为对法七部轮称为对法障 他是此人的来源会做出所以称为藏 而彼为如人间从那里处的 所以呢就是见也叫做是这个见巧 这个这个问题呢我再给你们讲一下可能就是比较难懂一点 意思就是说是这样的 因为那个对法七部呢就是成为是这个对法障 就是就是它有两种解释 就是一种就是我们这个巨石轮的内容呢 就是全部是从那个就是对法七论当中出现的 因此呢就是叫这个宝藏就是这个是可以就是前面那个道理是好当的 或者说以为对法七部为这个对法障 就是刚才这个对法七部呢就是对法障 他是此人的来源就是刚才这个对法七部呢就是我们这个巨石轮的来源 或者就是我们这个巨石轮的这个出所 就是所以呢就是成为藏 就是这个呢有一个叫做是斯德班清 就是斯德班清也非常了不起的 他有那个自识的一个教义就是就是我们这个现代的这个自识的教义 他那个斯德班清的话呢就是他说在这个翻译就是特别精通的就是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是那个昨天我们都是那个翻译的时候 有一个国海阿毕塔木国海就是他那个国海呢就是印度翻译当中是道桥的意思 就是道子那个装的那个道桥的意思 然后那个道子这个装的道桥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这个道桥呢就是 就是可以撞到道桥当中也是可以去除呢就是 实际上就是道桥呢就是可以在这个就是在这个方桥的这个范围当中就是范围当中 所以他这里的这个藏呢就是藏的话就是它这里这个藏子和这个所藏就是有两个 藏子的话呢就是这个是这个巨石轮就是巨石轮 然后所藏 它的来源 刚才非法弃部 它的来源 所以从来源方面来讲 它自己都是藏 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 比如说北京人 北京人的话 北京是这个地方 它的来源 然后北京人的话 这个人来自北京者 北京的这个人 它这里用北京的定名去列是北京人 所以这个人上面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它这里的来源 它的来源就是七轮报藏 七轮报藏的名字 现在我们这个聚舍论 其实这个聚舍论 从报藏当中出来的 从报藏当中出来的话 它可不可以叫藏呢 它不是这个缩藏 它这个叫做藏者 所以藏者的原因 称之为是聚舍论 聚舍论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 大家应该这样明白 也如银 箭从那里出的 箭是从箭桥里面出来的 所以这个箭也叫做是箭桥 但这个我们藏地一般来的 普遍的华语当中没有这种说法 我看 箭叫箭桥 这样的说法没有的 比如说道字叫道桥 这样这个说法没有的 一说道桥的话 肯定是它的来源 这种说法的是 现在我们这个普遍当中是没有的 但是斯德丹青 它用翻译来这样说的时候 它说是箭桥的话 实际上是箭的来源 最后就是箭的 它装得禁入的地方 所以它可以叫做是箭桥 但是可能印度人按照国海 国海的翻译的话 这个箭也可以叫做箭桥 从翻译来讲的话 可能是有这样的 其他地方 这个都不是很明确的 字识当中也实际没有 但是斯德丹青 它的居士们的讲义当中是有的 斯德丹青的讲义可能是有多少亿啊 但是我有一本 所以这个大概的意思 应该这样理解 所以这些问题还是希望好好的看一下 不堪可能不懂 有些避语 佛教的还是探讨一下 撕裂一下 不然我们学让半天结果神语对方和世俗对方的 之间的差点也是纷纷的清楚 什么叫做据说论 什么叫做对法畅的话 这个也不懂的话 那可能有点麻烦 只不过早上 这样的话 干脆晚上不听课了 睡了就可以 睡也睡不着 然后听也听不懂 那这样的话是没有多大的意思 如果没有听懂 还是说得很香 这也是直播的 所以我想还是大家既然听了以后再三地考虑 尤其可能以前没有闻思过 一讲到闻思这方面的话 可能有点像坐直升飞机的 今天都是看到很多直升飞机 我想是我们是不是很多人坐在那里面 有点担心 但我也不会吧 很多人应该对这个居士论还是有信心的 今天讲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